罗丹的思想者到底在想什么 罗丹是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雕塑艺术家 思想者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品 这一作品一经完成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很多人都在探讨思想者到底在想什么呢 19世纪80年代 法国政府让罗丹为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青铜大门 创作一组雕塑 罗丹以但丁的神曲地狱片为主题 创作了一组人间地狱的雕塑地狱之门 在地狱的门口 那些即将被打入地狱的罪人 一个个十分痛苦 做着最后绝望的挣扎 在整组雕塑的证中 有一位正在思考的巨人 他弯着腰 取着膝 右手拖着下河 默默地注视着下面发生的悲剧 他努力把那强壮的身体蜷缩成一团 不但在全神贯注地思考 而且表现出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 可以说 这个思想者就是但丁 而这个作品象征着但丁对于地狱中 种种罪恶的思考和内心的苦闷 也表现了作者对人类苦难遭遇的极大同情 订阅简单生活频道 每天和你分享有趣的小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